字幕提供 經常有人說 外國人在日本很難煮得慣 這集我們就看看兩個香港人 在福岡煮得慣不慣 現在去哪裡 Andy的民宿 好,看看 今天很陽光 脫鞋吧 你好… 像日本人一樣 別這麼高興 我想上面就是… 上面是房子,是睡覺的 然後就是這裡的廳 這間房間… 怎麼看?兩個人 兩個人 不知道,有些人… 樓下的房間可以有三個人 通常會有梳化床給他做 好,很細心 他發現了兩雙拖鞋 很細心的男人,果然是一個 這裡大約多少錢 平日大約9000日圓 9000日圓 對 但如果是星期五、星期六 假日時間 我們通常會調高一點 大約12000至13000日圓 即是地段有多好 近大樓公園 對 近大樓公園 那邊很近的大堂 有個像是辦演唱會 棒球之類的地方 很多人會特意假日時 過來這裡租房間 然後就過去那邊玩 然後在這裡睡覺 然後就回去 上面的洞是用來做甚麼的 是給你偷櫃的 不是,好像挺有設計的 你感覺一下 那些甚麼?通風位? 我想看看 通風位 這裡挺涼的 你露了肚腩 你靜一點 這裡挺清涼的 你要多少間 只有五間房間 即是你是全職做這些 是 這些都是酒店行業 我聽過很多我們在台上的 甚麼戴頭盔的節目 有很多瘋狂的客人 我聽過有甚麼瘋狂的客人 你會遇到一些瘋狂的客人嗎 瘋狂的客人嗎 在收房間一定會看到一些骯髒的東西 不是那些骯髒的東西 就是可能你們弄完東西 敦輪… 敦輪? 那些東西 有些遺物,可能在床上 你收拾的時候 有時候洗也洗得不太好 通常這種情況 我都直接承認了 所以要重新再購買這些東西 曾經試過有一個外國人 一家人,有一個小朋友 小朋友便… 瘋狂 瘋狂,對,但他們懶了尿片 但不知道為何他在家裡 他爸爸把尿片全部放在廁所上 然後一查查的時候 他還沒勁得… 我都不懂得怎樣形容 其實那刻是想吐 但最厲害是三時後 有另一個客人要查查 我要怎樣處理這個問題 我嘗試噴東西 噴東西是噴不到的 最後我上網搜尋 然後說用火可以燒到臭味 好像會爆炸 然後呢 不,我經常點蠟燭 我點完蠟燭,然後去清界的房間 然後清界的房間 我忘記在那邊點蠟燭 我回到那邊的廁所板 是被我燒掉了 最後的屎塔是買了一個新的東西 有否嘗試過留下一些東西 然後… 好像留下一些露燭 或者… 留下一些露燭 那類東西是沒有的 是 不過曾經試過有一個客人 留下了一支透明的潤滑液 最初我看到潤滑液 我沒有想過是甚麼 我以為是…可能… 擦身用的 像WD40嗎 不,真的擦身用的 那一刻我有想過 不如放在這裡給其他客人用吧 是 後來我再看一看 原來是用簡體字的 然後看一看,前面的藥滑液 前面是有引體兩個字的 是 那我就心想,糟糕了 這支… 透明質酸 對,是特別用途 最後我就拿去扔掉它 反正都來到 我們去實地考察一下 先收拾一下房間,好嗎 這次可以的,看上去也… 對,他… 台灣人比較乾淨 現在是第一件事要做甚麼 現在要把所有床單 藏了那些全部拿出來,然後換 平時你收拾一間房間 大概要多久 收拾一間房間 通常一小時左右 這麼久?有幫忙就快一點 放在地上… 放在地上 放在地上就行了 不,你只想不放在地上 住家男人,厲害 好男人又走近一步,保錡 好男人又走近一步 懂得做家務 加油 你本來在香港做家務嗎 本來在香港也很少做家務 撐住了 保錡呢 不做 誰幫你做 不做 這裡有…沒事… 可以吧…小心一點 我的頭大而已 保錡 伸手敏捷 需要幫忙嗎 不用 真的嗎 我只是回忍氣 真的累了,真的累了 對,這樣收拾一間房間已經很晚了 對 因為聘請人收拾又賺不到那份錢 麻煩要回一條線 我有點緊張 我現在有點心亡腳亂 不知道為甚麼 為甚麼 你對他有一點興趣嗎 我們現在… 是服務性行業 他也想過想找一個… 類似日本人性格的… 你覺得是求偶嗎 男朋友,對 真的嗎 他今天看見你住家型男生 他說他喜歡你這類類型 女性化的男生 又… 脂粉味較重的 我是怕我緊張 你說脂粉味較重嗎 我是怕我緊張 不是,比說你的… 形容詞… 你說你的形容詞 你不要… 這件是甚麼 他不敢說 是甚麼… 這件是甚麼 他的形容詞… 為甚麼多了這件是甚麼 是甚麼 自彈 我不知道,從哪裡來 他的形容詞是… 喂,別說了 他說有點神輝 別說了 他說他喜歡有點神輝 別說了 慢點… 我有甚麼得罪你 對,有甚麼得罪你… 我是神輝的男人 我不想叫盟宿女主人 為甚麼 我現在已經覺得有點累了 累了,其實真的累 你很累在天的早上 我現在已經… 可能每天都要做蟲 他上來跟你會合 你看看,我可以嗎 可以…合格… 還要直的,是嗎 你挺厲害的 是嗎 所以嘗試做文宿女主人 你這樣令我和Annie很尷尬 我們剛才相識的 真洗?有做家務的 小時候,大過不早而已 完成了,吃碗麵,喝莫蘿華甜 最後,洗廁所 可以嗎 洗廁所嗎 加油 是 麻煩你剛才欠著洗碗 你一定要洗廁所 怎樣洗?你們抹甚麼 我通常…抹板吧 讓我來吧 你很厲害 認真? 好 抹上去那塊吧 抹上去那塊 我洗廁所時,我洗廁所 多洗了很多次 抹上去那邊 你也… 你葉子也很好 大哥,我真是… 中間那條葉子 真是專業嗎 對,很好 不是,我開始… 所以用這個廁所 現在蓋上去後 好男人 好男影嗎 你又走多了一步 對,很棒 這次真的可以做出 對… 有尿跡 很棒 看著知道有男影 那這裡是消耗品 這裡是乾淨的 有男影用過而已,告訴你 我打算噴 你要噴嗎 你比較喜歡… 我以為要洗下面 沒有,通常不能噴 我只是噴,手動不抹 有刷,通常噴完再刷 明白 沒有屎跡 你不用沖那塊東西嗎 你要沖那塊東西 怎樣沖 你沖吧 你這樣沖嗎 不,你這樣沖嗎 你這樣沖嗎 對…好,太好了 對,我也是這樣沖 我反光了,我也覺得自己厲害 他立刻用了… 你看,我真的反光了,幫我沖 你真是專業 要不然外出再來做 屎坑一點屎跡都沒有 很吸引,很想去的用 你看…我不是趕水… 不是趕水嗎 我不是趕水,真的反光了 我還要嘗試一下 還很香 對,看到嗎 香港,是廁所之地 說真的,真的很乾淨 厲害… 令眼相看,認真 厲害… 這碗很碰到 你在家裡會洗廁所嗎 沒有,從來沒有洗過 認真嗎 對 感謝你… 你覺得代人喜歡代己 很嚴重 感謝你… 他自己不如說同樣是最好的 感謝你… 從來沒有洗過 感謝你 可以嗎 廁所很香 很香,即是有香味 很想用 香港反光,廁所王 即是有香味 想不到九龍灣圓意金剛棒 立即變成日本復光廁所王 厲害 你怎麼了 很香 洗手… 你洗手了嗎 死了,撐住你的肺 你用肥皂洗 好 你不洗手了,怎麼了 你不用那麼激動 有大強鋼菌的 有大強鋼菌的 先說說你 你本身知道你本身在香港 不來的 你是做甚麼行業 香港之前是設計的 小時候已經很喜歡日本 可能是包裝螢幕 那些食物我都知道 然後趁著差不多最後一年 工作假期就過來試試 其實我姐姐一開始 已經在福光屋面 開設婚紗 有關系列的攝影 我剛好姐姐這邊可能說有個… 有同行生意 想談談有否合作 然後跟她一起做這裡 為何你選擇在福光這裡 做這個生意 我真的喜歡這裡 本身我也是喜歡這裡的舒適度 好像剛好的平衡 現在你們差不多全屋都過來了 對,三子弟 你開一條龍服務 即是來拍攝婚禮照 還在這裡住 還在這裡住 是這麼想的 真的嗎 對 有人試過參加了一條龍服務嗎 因為剛開關不是很久 所以要再看包裝如何測試 但也好 因為不用特意飛過化妝師 或攝影師過來 你會否在未來再… 叫她弟弟,由五間變十間 十間變十間,十間變十間 未來的照片就是這樣 對… 弟弟,有興趣嗎 你有甚麼興趣?你想做甚麼 我本身在香港做蛋糕 做蛋糕? 我想到了 結婚蛋糕 也有想過,有一條龍 對… 對了,結婚蛋糕 民宿酒店 少林功夫加唱歌跳舞,完成 就是這件事… 本身也喜歡日本文化 小時候跟著哥哥看動畫 所以也喜歡日本 然後他們倆過來了 看甚麼動畫 都是皮卡超、蘇馬布朗 一群超人有看嗎 有了 我想問八屁小櫻吧 八屁小櫻 是 我哥哥很喜歡 對,你真是驚訝 他們說原來小櫻是男生的初戀 因為小狼是我的初戀 小櫻、小狼也不錯嗎 不錯… 我喜歡小狼 所以他喜歡女生 你別再這樣說 你別再說 因為他是喜歡他這個類型的男生 是嗎?結交了嗎 結交了嗎 結交了嗎 他沒有男朋友,你沒有女朋友 所以今天可能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我今天要說一個很浪漫的港日愛情故事 有一天,一個香港女生去了郵報園旅行 認識了民宿的主人 他們一起玩了兩天 後來因為疫情關係 就只可以網上交流了 有一天,民宿主人突然叫這個香港女生 寄了護照去日本或想跟她註冊結婚 她女生考慮了一陣子 就決定了放膽一事 從此她就由城市人搖身一變 成為了這間民宿的女主人 很漂亮 這些是自己平日去旅行買回來的嗎 其實她有很多朋友送給她 對,又或者有些美術館的 不做了,然後問她是否要 她又會收藏 我很喜歡這些泰泰煙的味道 A室比較時髒 很棒 我們剛才的那個叫和室 這是楊室 這是楊室 睡覺時看出去也挺舒服 外面會否有其他人在吃早餐 這間房間是貴嗎 如果是正房間的話 假期是9000日圓 平日是8000日圓 是否很便宜 很便宜 四個人分,然後… 不是,每個人計算 是,每個人計算 日本是每個人計算的 每個人計算,那就差不多了 但郵報員是… 日本園真的不算大 對,差不多了,還可以 這是浴室 好像現在那麼多人 我們就會開露天溫泉 即是溫泉進屋子嗎 對… 我要洗手間 這個也是… 手工很漂亮,做得好 全部都是她自己做的 真的嗎 我也覺得是你丈夫喜歡做這件事 全部都是自己做的 都是她自己做的 房間很難自己做的 不是主體的 不是,其實她是一直這樣擴散 整個設計 我們看看私房 這個就沒甚麼特別 不是,私房可以上去的 我平坑 你上去了 其實我也很少 很黑 上面只是一個角樓 多一個人在這裡睡 這裡做私人士比較穩定 好,下去了 對,這就是最後人們一起聚集 在這裡吃飯,對吧 對… 明白,這裡很棒 又有設計很好 又是收藏古董,又玩音樂 你丈夫也很喜歡玩藝術 他還懂得錄音、製作別的 你也懂得 我認識他之後,他沒有做這些 他有對著你唱歌嗎 有唱歌 明白… 就是自彈自唱的 也要彈一點結單,沒你那麼厲害 我不會的 是嗎?剛才我看見你 只有兩者而已 我看見你,我看見你 家維一開始很害羞 他發覺對得不太多 他就開始忍不住會搏 挺棒的 這樣就比較熟悉 對,你很棒 我看見你的食證 對 是 是這裡的 為了多一些名物的蛋糕汁和鶏天 我覺得這裡整件事好像進入了童話書 你看到的感覺 真的像小時候看的小說那些童話世界 在日本生活和香港生活 其實變化大嗎 我平時在香港也喜歡靜點 可以坐在公園,自己坐在公園也不錯 你做甚麼工作 我之前做銀售業,即零售業 很厲害,你是銀售業要對很多人 你現在是180度轉變了自己的生活節奏 生活節奏一定跟香港很不同 但你說對… 因為這裡是對鞋人 對 而且是來自世界各地的,也會有 我覺得也不錯 但你本身認識日文嗎 我開始知道自己將會來這裡學習 但你拍拖的時候 你怎樣跟他溝通?英文嗎 手語吧 可否說說怎樣認識 我想跟隨那個時間線 我六年前自己一個人來旅行時 就住在這裡 就發生了愛情故事?試試… 不,別想年輕人這麼容易 好… 看看有多困難 不是認識而已,但一直都是訊息 又不是經常的,很偶爾 例如生日快樂、聖誕節快樂 直到疫情時開始 他突然問你們有口罩嗎 不如我也沒有口罩 我寄一些手套給你吧 對嗎 對 就開始…多了聯絡 然後聊聊聊天 就問你不如過來日本 現在疫情,我不可以過來 先結束吧 他說不如你以後也留在日本 我說不可以 香港人只可以180天留在日本 他知道我多少歲後 他說不如我們結婚吧 挺厲害 對,我覺得很厲害 我又想說言語無關 說廣東話,那個人也未必明白 我想說甚麼 這句話說得很好 對,我覺得很好 對,大家的共同語言 也不代表他明白 對 因為太多次同一個語言 都是這樣,也無關 我覺得跟他… 大家想法的方向也挺一致 那就好,結婚吧 所以做人就是這樣 跟你平時說的一樣 結婚就是結婚 一結就結婚 沒錯… 我最近也有這個想法 如果我遇到結婚,就一年結婚 好 不要想太多 結婚可以兩回事嗎 不是,兩回事是… 有時會疾機想一想 疾機那一想 就不是他 就會想多了 所以做人也是一個衝動 其實我覺得也很有趣 如果第一次去一個民宿住 然後會有一個恩怨 然後自己一輩子就住在這個民宿 很棒 感覺到你們那種單純的愛 是建基於一個很簡單的生活 就是有很好的相處 就是愛情就是這樣 懂事嗎 老,一把年紀 好 你剛才一直說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分了心 因為我在想 說生日快樂、聖誕快樂 我跟哪些人有這種感情 你先別想著 我不是跟你說Andy哥幫幫忙嗎 他也是民宿 很厲害 Andy哥是一個住在日本的香港人 他很簡單,每天就是結婚 他沒有人住的時候 他就自己住的房間 他的生活很簡單 他只是想收拾乾淨的房間 那你不收拾吧,他收拾,很簡單 我有甚麼得罪你 好,拍戲了,吃東西了 太好了… 歡迎光臨 歡迎光臨 其實我來到的時候 平時不只是說歡迎光臨 但他就會說歡迎光臨 就是所有東西都感謝 然後我們的宵會說歡迎光臨 很好吃 不行… 他想吃魚 你拿去吃吧,我家裡的東西 問問老闆當時為何這麼喜歡他太太 為何這麼大膽就叫他過來 不太積極 不太積極 但當她們來兩泊時 我會帶我去街上 剛才有空間 她們在帳戶時 忘記了帳戶和財布 所以我會帶我去駅 然後把線紙交通 Rachel離開時 她留下了一本護照和銀包 是否故意的 我也是知道說漏了的,要學習 對,她又要追回銀包和護照 很浪漫那一刻 以後有共同語言 我叫她扔下了,她扔下了 好… 你在街上看到一個女生很漂亮 拿保錡的銀包和護照 扔下了 不用,我扣你很厲害 保錡很厲害,不用我擔心這些 對… 你的家人給了你這塊地理 你一直都打算把它改成民宿嗎 最初是自製的銀包 這是自製的銀包 這裡是中庭的銀包 我打算在銀包和喫茶裡吃東西 但我完全沒有優勢 我卻不能買東西 所以途中在宿街上改變了 經過今天來完之後 我想我應該會繼續等朋友來試 我也想住在這裡 真的,下次一定有機會進去 我們今晚是住在這裡嗎 不是